牧场违规,市长要求断水电,农业局束手无策 台中市天马牧场窃占国有地,违规营业五年多 遭民众多次检举虐待动物,市府却束手无策 台中市长胡志强昨天强硬要求相关单位要研究有效的贺阻办法 甚至可比照八大行业断水断电 不过农业局却表示语法无据 台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昨天上午也到牧场清查 核对动物数量 初步检视动物健康情形并未发现虐待动物 下午农业局、观光局、金发局联合机查后 认定牧场涉及违反区域计划法 将请地震局连续开罚 有关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法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薰木法的规范 都还没有办法规范到它 热丁亭业就是要违反相关法令 我们才会有热丁亭业 那像如果说农地违规我们只能说说给它开罚 要叫它起线内改善 或者说不改善 就是有能够最重的话就是连续来处罚 对此消极会痛批是否做法消极 该牧场应可视为无照营业的观光旅游景点 勒令停业 而窃占国有地部分 国有财产局强调 过去催讨时都被以保护动物为由拖延 忍无可忍才决定提告 现在等判决确定 就会立即要求迁移 台中地检署今年6月以一窃占国土罪起诉天马牧场 台中地院一审判处负责人张俊杰有期徒刑一年5个月 天马牧场则回应还没收到判决书 但会尽速密地迁移 动新闻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uds从 presenting宣言 梁都签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